接下來要來介紹這幾天寫的DC機器人 然後現在的功能是可以自訂公告訊息 我想要先create一個訊息 然後這邊是你想要出現的訊息 再來就是文字 這邊文字你想要什麼樣都可以 想是什麼樣的呈現方式 像是我說假如今天抽獎 然後再來是第一個獎項 第二個獎項 第三個獎項 第四個獎項 這邊是一些文字 再來是如果我想要告訴使用 就是自己的群眾有哪些條件可以抽獎的話 就是譬如像是訂閱100之類的啊 然後可以抽什麼東西 然後一些條件一些訊息 然後就會告訴你建創成功 再來 再來 一般人是不會有這種建創指令的 一開始是只有 只有群優者會有這種權限 所以就可以用 驚嘆和OP來tag tag你想要的人 然後給他權限 或者是tag身份組 tag身份組 我這邊沒有創一個身份組 不然我來創一個身份組好了 制服器設定身份組 然後例如可能叫MOD之類的 之類的 好MOD 然後我這時候 如果我用OP 我就tag MOD 那 MOD的話也會有 會用管理員權限 那我如果用tag ID的話 那這個人 也會獲得權限 所以這個人就可以用 create跟delete 那我如果打help的話 這邊 一般人沒有權限的話 是只會 是不會出現這三個的 只會出現驚嘆號指令而已 那我這邊沒有開另外一個帳號出來測 所以 就大概先講解一下 那我可以 那這個 監燈號指令的話是不需要任何的 權限的 所以這個指令就是我們剛剛管理員所創的這個抽獎 所以我現在打抽獎 就會跳出剛剛創的這個抽獎訊息 對 對 然後他就會把他把我的抽獎刪刪掉 然後 抽獎 就會把我的抽獎刪刪掉 再來就是 嗯 管理員可以delete delete 我建創的訊息 那如果 delete一個沒有的這個東西 他就會告訴你 現在有什麼東西 現在有什麼指令可以使用 所以我delete 然後抽獎 他就會告訴你刪除成功 那就是我這幾天寫的東西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已經 還有其他功能在陸續增加中 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